老公 你看我爸谁领来了 妈 你怎么来了 我爸呢 你爸他身体不好 来了能干嘛 妈 这么远的路 您累了吧 快 尽量坐 芮芮 你过来一下 老婆 你什么意思呀 你爸 你把妈接过来 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呀 这不是我一个人 带孩子太累了吗 我把妈接过来 帮我一起带带孩子 怎么了 那咱爸呢 咱妈来了可以洗衣 做饭带孩子 咱爸来了他能干什么呀 再说了 咱爸身体又不好 来了不是给咱们添麻烦吗 而且还给你增加负担 老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是我妈 你不用管了 妈 您怎么只知道擦桌子呀 不懂得擦擦地呀 来你姑娘家还在这磨阳工 眼里一点活都没有 嗯 还是我妈做的饭好吃 哎 妈 您怎么不吃啊 也不知道你爸吃饭了没有 哎呀 妈 我爸都多大年龄了 他能饿着自己呀 再说了 您来我这儿就算是享清福了 您能照顾我爸一辈子了 现在呀 该放松放松了 快吃吧 月儿 妈知道了 你快吃吧 妈 我晚上想吃您包的饺子了 而且是猪肉大葱馅的 老婆 咱妈都累一天了 您就让咱妈休息休息呗 改天再吃 我在跟我妈说话 我妈都没说累 你插什么嘴啊 我 妈一会儿就去买菜 给你包饺子 看见了吧 我就知道我妈对我最好了 哎 妈 我都把卧室给您收拾好了 您怎么睡沙发呀 姑娘说 你们分床睡习惯了 让我睡沙发 沙发软和 我将就一下就过去了 妈 你别去跟瑞瑞胡说 我这就送您回卧室 我就不信呀 她还能翻了天 哎 老公 你不睡觉干嘛呢 妈 她大老挙的 从老家过来 妈 她大老养的从老家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